赵飞燕与赵和德都是汉成帝的宠妃都以美貌著秤 虽然身材有所诧异但恰巧形成互补 让汉成帝徘徊无两人之见身陷其中 出生平凡的赵飞燕与赵和德姐妹 两瓶借助先天的美貌 以及独特的手腕抬起掉了其他的女人 称霸后宫 赵飞燕与赵和德都是历史上具有传奇色彩的美女 虽然在正史中记载甚少 但是在野史中的记载颇多 赵氏姐妹是普通人家的孩子良家女子 家里很拮据 因为又是个女孩 妹妹赵和德环曾被抛弃过后被抱回 赵飞燕长大一点后 就进了杨阿公主府当了宫女 在那里接受了唱歌和跳舞的培训 有无其舞姿向燕自般飞舞 而被称为飞燕 她身材鲜瘦是环飞燕寿中的燕 公元前18年汉成帝出宫游玩 到了杨阿公主府 看上了赵飞燕就把她带进了宫 大概半年赵飞燕为了增加 自己在后宫的势力和地位 像汉成帝引荐了自己的妹妹赵和德 姐妹一起在后宫都成为了结语 赵飞燕以美貌和武姿 俘获汉成帝的心 赵和德则以美貌和身姿 让汉成帝住迷 再加上各自的手腕 皇帝对两人的宠爱程度 已经超越了理智 赵飞燕与赵和德在后宫中成为了同盟 一起对付其他工人 甚至是许皇后排除异己 贵亲后宫 赵氏姐妹无法生育 就墨有子嗣 无视他们就对其他人的子嗣加以迫害 致使汉成帝无后 赵飞燕与赵和德水更好看 赵飞燕与赵和德良姐妹 都是天生的美人胚子 各有各的优势 是不一样的美 赵飞燕是武姿来衬托美貌 赵和德则以身姿凸显美貌 赵飞燕是一个鲜瘦的美人 身材轻盈 腰细 走路的姿态像被微讽亲扶过的杨柳 进退的步子中颇具讽情 特别迷人 再加上跳的一身好舞蹈 更加凸显其身材和美貌 赵和德觉知赵飞燕 身材稍微风云一点 但是匀秤 尤其是他那一身如美玉般的肌肤 就是所谓的摸起来有肉 更何况手感还不错 在野史记载中 汉成帝更喜欢赵和德 长扮奇温柔香 也不羡慕武帝追求的白云香 皇帝不禁专门挤赵和德建造宫殿 皇在后期冷落了赵飞燕 专宠她一人 赵飞燕与赵和德 是汉成帝最宠爱的两个女人 戏汉非常有名的美女 姐妹两一度主持后宫 扰乱后宫秩序 汉成帝死后 赵氏姐妹的结局自然不会太好 都落得个被逼自尽的下场 至无赵飞燕与赵和德 谁更好看 还真不好悦 只能约各有千秋 美得不一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